在月星燕荡山脚下,隐藏着一位既会射箭又会之箭的能人,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位依然坚持传统的手工制作工序,把每一把传统弓箭都当作工艺品来细致打磨的匠人吴世权。 古代文明中,弓箭是使用非常普及的武器,冷兵器时代早已过去,现如今会使弓箭的人越来越少,弓箭本身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,只弓匠人正濒临消亡,而吴世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位专心致志的匠人? 这还要从他的海童时光说起,我是全传统弓箭匠人我小时候就在农村山里面长大,小时候没有太多的玩具,大部分的玩具都是靠自己在生活中找出来,或者是自己制作。 在七八岁的时候,就自己动手做过竹片的工,用竹子的枝条做剑,做起来自己玩,后来想玩弓箭。 第一个想法,就是自己动手去做弓箭,可能我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亲手做的工,可以自己玩。 刚好自己家开家具厂,家具厂里面设备什么都有,从传统弓的野余爱好者,到参加比赛,成为一位专业的射箭运动选手,让吴世权对弓箭爱得吃泥。 这个时候,想要一把专属于自己的弓箭,成了他最迫切的愿望。 我是全传统弓箭匠人,我做的第一张弓是金角弓,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弓箭,它的正面是牛角,背面是牛筋,中间是竹子,这样子复合成压起来的一个弓箭。 但是很遗憾,做起来玩了几件就坏掉了,后来改做了我们现代成压的一个传统弓,就是我现在在做再玩的这个弓箭,玩到现在已经有八个年头了。 弓箭制作技艺是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,在历代经验积累的基础上,到春秋时期形成了有关弓箭制造的详细记录,而后经过不断的改进与发展,在行业内形成比较完善的近代传统工艺的弓箭制作技艺。 弓箭制作的精确程序和许多关键流程,完全依仗工匠的精湛技艺和经验,一眼为耻,以手为睹,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。 制作一把传统弓箭需要利用上百件专用工具进行纯手工加工,通过多道工序,制作时间较长,制作程序繁杂。 无视权传统弓箭匠人传统弓,就是说在一把弓上面,没有任何的现代辅助器材,叫传统弓,现代弓它有平衡杆,有描具,有配重,我们传统弓上面没有,就是一个弓,从射箭的方法来说,也跟其他弓种有很多区别。 现在传统弓箭也可以通过机器大量生产,但是无视权一直秉承,这匠人精神,坚持纯手工的私人定制,一把好弓经过匠人的细心研磨,不断调试,需要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,慢弓出细活。 只有这样,最后的测试数据,才能让无视权满意,这把弓箭也才能交付到他的主人手上。 无视权说,手工制作弓箭最关键的一点,还是在于最后的弓箭测试,弓和箭的相互匹配,达到最优的性能。 在古代中国,历代保持着比乐设与叔叔,六亿并重的精神,甚而合设以名叫,借设以学理,自天子下降极数人,莫不讲习。 如今,弓箭已失去原来的战略地位,但是却成为大家感兴趣,得娱乐项目重新发展起来。 现在一年中大约有十个月,无视权都引在山里做工,来拜访的人也络绎不绝。 记忆,口碑与信念,引领他一直秉承弓将精神,细致打磨,再创新中将传统弓箭手工记忆传承下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